请问,英雄难过美人观的下一句是什么呢? 虽然英雄难过美人观,大家是耳熟能详 但是很多人问,美人难过什么观呢? 其实这句俗语还有后半句,同样的精彩,但却少有人知 相传唐太宗李世民为了笼络人心,对大臣非常的好 其中,房轩灵就是李世民重点拉拢的对象 为了让房轩灵忠心于他,李世民就给房轩灵找来很多美女 让房轩灵纳为小妾 既然是天子发话了,房轩灵哪敢不从 但是,房轩灵的老婆可是有名的汉妇 在家里把房轩灵劈头盖脸的一顿骂 并且把这些小妾全都赶了出去 这件事传到了李世民的耳里 自己的脸面就有些挂不住了 毕竟这些美女是自己亲自挑选的 就这样被一位妇人给轰走了 这不是对自己的不尊重吗? 于是,就宣房轩灵的妇人进宫 赐给她了一杯毒酒 并且给她两种选择 第一个选择就是遵从军命 让这些美女来伺候房轩灵 第二个选择就是喝了这杯毒酒 结束自己的生命 房轩灵的夫人丝毫不惧 拿起酒杯就喝 喝到一半却挖的一口吐了出来 这杯毒酒里面装的是醋 原来,李世民是故意考验一下 这位汉妇的决心 所以才把醋故意说成了毒酒 而房轩灵的夫人 也是历史上第一位吃醋的人 于是,英雄难过美人观的下一句 美人难过卖酸滩就出来了 这句俗语的后半段说的是 美女最大的难关 其实还是吃醋 我欲你 我欲你 我们先 Kid 来 我们先 很酷 那就